特价总价比之前便宜了三十几万客 今天回到我们中山神湾和大家介绍我们龙光九与西D特价的燕楼产品 你没听错,现在还有少少货,而且在搞特价 总价比之前便宜了三十几万客,七十几万就可以上车 而且发展商有一位互动给大家,首期只需0.5成 你没听错,四万多元就可以入手,月供三千多元精装收三房的客 而且景观看出来相当不错,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去片子,Go! Hello,大家好,我是Jessica 现在我身处的位置就是我们龙光九与山的实体楼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燕楼发售精装收,因为确实属于清货阶段 所以相对来说价钱也比较实在,全部都是89平方三房两厅两位的单位 我们现在在实体楼看它这个交楼的标准 这个回家是一个普通的木门,这个是插锁匙的 最值下的左手边属于厨房的位置 它厨房的设计是属于并排的,这里是洗东西,这里是煮菜,这里是煮菜 这里可以放到一个小型的单红雪柜 留意一下它89平方都做到一个双露台设计 我打开这里是属于我们厨房外面的一个生活露台 虽然景观就不算特别美,但anyway 其实都是看到星点的一个泳池景,还有自己的圆林陆化景 其实龙光因为已经收了楼一段时间了 所以相对来说,其实它入住都挺不错的 大家都可以细心留意到,都很多人在下衣服,在住的 而且开了这个生活露台的窗后,就很凉爽 它可以做到一个,anyway都是做到一个对流的样子 开间大概木側有三米四左右开间 它全部都是精装收交流给大家 你看到它的交流标准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白色的瑜伽漆,然后这个是地砖 那先看看露台 我现在是属于我们的六楼的位置 这一套是搞一个优惠活动的 我稍后再和大家报价钱 这个是03单位 03单位这一边是朝我们的一个东北朝向 东北朝向的话,看到什么呢? 前面的小小的山景,还有一个别墅景观的样子 都挺不错的,没什么遮挡 我们面向是其他屋苑来的,但相对来说 有这样的一个间隔,所以就不会很压抑那种感觉 我们右边看回来,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圆灵六花景观 圆灵六花全部都弄好了,而且在塑膠跑里也是有的 OK 那我们看看它的房间的设计 它整体是三个房间,两个洗手间 我的右边是一个属于宫位的设计 因为它还没通电 到时买了之后就开花个店给我们 接着就可以看到光满些少 但是你看到这个洗手间的所有东西都是有的 包括了什么呢? 洗手台 接着我们一个淋浴区的一些花灑 还有我们一些镜柜 这些都是有的,马桶也是有的 所以做就是做一个链子 肉链或者玻璃 这样的样子,不怕水彈出来 看看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属于一个阳台部件的房间 但anyway,它已经帮我们封好窗 不用自己特意再去搞 但是这里也是看到儿童泳池的景观 还有一个园林景观 但是因为和旁边的单位的阳光房 都似得有点点关系 相对来说,如果大家睡现在的房间 就要做好一个链子 这个房间是小不小的样子 大概做到一个咪二座的床 咪二座的床 正方形 我们斜对面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房 这个房跟我们主楼台和转入房一样 都是看自己一个圆林陆法 和外面有别墅的景观 飘窗位都是全赠送给你 房间全部都是木地板的设计 外面就是铺地窗 大家也会看到 相对来说,龙光的隔楼标准 确实是普通通的精装修 如果你自己有些深水 可以重新再调整个装修设计 都可以的 最重要是它现在楼价 比较抵玩 而且都是精装修的一个燕楼 OK 这里属于我们的套餐 套餐回来的话 大家看到就跟我们的工位差不多 洗手间的设计 然后房间就会大很多 这里预留了插座位置给大家 可以做到一个麦五或者麦八的床 这里放电视机 看出去也是没什么遮挡的 OK 这个是我们鹿栋一单元603的单位 89平方 它原总价是102万 现在之后很划算 你真是想不到 便宜了足足31万 没错 现在712000元就可以成交 它单价只需要7900左右 精装修延楼 OK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ssica 刚刚大家看了我们鹿栋一单元603的单位 现在上了它上一层 看看另外一套05的单位 同样也是89平方的 我身处这个位置属于鹿栋一单元705 这里是朝南向的 而且看出去也非常开阳 大家其实都可以留意到 同一个光线 相差一两层的一个 但是来到这里光亮了一点 包括了这里厨房位置 老实说 这个厨房位置 就真的 没什么好看的 大家可以看 因为它是一个生活露台 而已 下衣服都没什么所谓 那厨房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一个交给 最重要是看看景色 因为它89平方的 的弧形价格基本上是一致的 看看景色 这里是迟我们的南向 那看看什么呢 这个景观可以 自己的圆林六发 进修眼底 留下这个泳池景 大小泳池也有 露天的 然后在右手边 就是小朋友玩的地方 还有一些阳光跑道 还有绿色的花花草草草屏 朝阪南向 没有任何遮挡 还有前面的楼间距 之间都是非常滑着的 再前面 属于我们的中山市实现技工学校 是一个学校 OK 比较安静 还有远离外面的路 又有这么长的景观看 还有非常光亮 朝南就是光亮一点 OK 其实里面的间隔都差不多了 终于看一下景观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园 这个就是我们的街一房 这个街一房的话 相对来说景色差一点 但是阳光就比较好一点 南向 南向也是看泳池景的 大家看看 绿油油的一片 然后看看小朋友 看美女在游泳 这个位置也可以 那再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同样也是属于 兔池的设计 有个洗手间在里面 然后这里属于我们的 一个主人房的房间 会比较大 那这里预留了一个 一阵子给你弄上衣柜的位置 那这里同样朝南向 睡醒觉 就去看下面的 一些水景 泳池的水景 小朋友玩 还有楼下一个 花花草草 绿化的 OK 这一套相对来说 比较优惠 总价7300,000左右 就可以搞定 而且今集 为何Jessie特意回来 农光拍给大家 因为前几次和大家介绍了 我们的软弱范花里 还有我们的观山水 其实也有些客户 想再多给一两个楼盘 相对来说 配套比较成熟 楼下的东西会比较齐全 然后也有装修 还有现楼的话 龙光也是有少少货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还有价钱比较优惠 这一套总价73万左右 现在做到一个低手期 低手期的话 基本上可以说是0.5成手期 这样就可以入手 什么意思呢? 帮大家计算了一条数 这一套单位 正正这一套单位 大概首期4万多元就可以入手 4万多元 月供3千多元 那是非常值得 虽然说真一句 它的装修可能未必非常适合大家的心水 但是比较容易入手 价钱比较划 我们再扔些钱去搞个装修 其实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看了这个6栋 其实还有5栋 5栋一单元有一套8楼 也挺不错的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Let's go OK 步步高升 刚刚看了6楼7楼 现在是我们的8楼 但是这个是属于我们5栋一单元的803 OK? 5栋一单元803 大家看看这个厨房 那个生活露台 看出来 同样是没有景的 是的 我们看看这个主露台的景观 这一边就是朝我们的东 东是看什么呢? 哦! 山景啊!各位观众 那楼下是自己一个圆楼木块 其实挺舒服的 那左手边是一些 隔离小区一些 别墅的样子 那山景呢 真的挺正的 这里呢 相对来说 那观众是挺不错的 那楼下 这一边的环形间隔禁 大家轻轻隶隶隶隶便可以了 同样三个房 两个厕所 这样 公围 我先看看这个房 这个房 这个房 我就看一些圆林绿化 这样 而且也看到少少山景 透过这个学校 一路一路一路 这样看过去 接着呢 两个房 我们摄一摄 这个房 其实跟主露台一样 都是望山景 其实挺舒服的 东望山 就是早上我们睡觉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太阳 慢慢升起来 这样 很有朝气的 蓬勃的感觉 OK 主人房 这边 洗手间 兔瓷 OK 其实景是差不多的 因为它也预留了 我们这里的床头位 床头位 睡醒就看到天空 山景 六幼幼的一片 都挺宁静 挺舒适的 OK 这一套就是我们的五栋 一单元的803单位 同样呢 现在在搞特价 折后价 真的很划 很划 原总价是100万 OK 折后的话 69万8千元 就可以搞定了 69万8千 你没有听错 很夸张 接着呢 70万也不用 它单价7千多元 超顺 今集回来我们龙光 九月山这里 和大家介绍我们 这些特价的清货产品 各有各特色的 和大家回顾一下 第一套呢 就是我们的六栋一单元的603 那套呢 是我们东北向的 OK 就看一些别墅景观 和小小山景 那跟别人的屋远呢 相对来说 都是 都选得比较远的 OK 第二套呢 就是我们七楼的单位 高一点的 同样都是六栋一单元的 那呢 就看回我们的园林六栋 比较舒适的 和泳池景观为主的 那这套呢 就回来了我们五栋一单元 白楼的单位 那么 朝回东向 看回我们很漂亮的山景 那相对来说呢 Jessica呢 就觉得 后面的两栋景观呢 就比较好心意一点的 那当然 镜头前面的观众呢 就各有各自一个 选择的庞 那还有呢 那现在呢 就在搞一些一位活动 低手期 就是四万两万 就要入手了 那就吃了一些 全部啦 银行资金非常之适合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数点分 订阅我的频道 也订阅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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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给like和share出去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详细的楼盘资料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 联络我们